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这架战机 做飞行表演的时候到达 那么这个飞行员是否安全呢 我们在现场不得而知 但是这个坠机之后 整个组委会的应急救援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也派了一路纪绿 跟着应急救援的车到现场去 组委会发布会 正式公布事故的原因和现在救援的结果 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 它坠机的地点是草地 所以说应该地面是没有人员伤亡的 好的 小滕 感谢你从前